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2日 星期日 來到夜晚這一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各大城中熱 首先據報 荃灣最近出現一個怪賊偷東西 偷什麼呢? 偷報紙 現在報紙還會有人偷嗎? 若然你想聽新聞 看新聞上網都可以看到 報紙本身也不是特別貴 為何偷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靈畢商也說說近日有一個人 竟然在地鐵站 銅鑼灣站 隨地柯尿 朋友還懶得你幫忙看水 整個過程如何 有想有真相 和各位一起討論 靈畢商網絡熱話之一說到 近期有一個公屋 食水疑似 很骯髒 淚水器用了一個半月就會報廢 白色變成啡色 整條淚深就變得很恐怖 為何哪條村 和食水疑似 和各位一起討論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男子荃灣報紙檔偷報紙 明目張膽 抽走一份積酒 網民就說 幾元都要偷 報導的內文看到 相關影片在昨晚上載到Facebook群組荃灣人 上載影片的網民疑似正正是那檔 報紙檔的檔主 表示今早開檔 發現被人偷報紙 影片顯示示法時間是4月1日凌晨4點多 男子 行經 營味營業的報紙檔之時 留意到大疊剛剛送到的報紙放在檔外 隨即走近 並翻開這個報紙查看 男子分別翻開兩疊報紙 查看日期和種類 期間不是張望四周 似是怕被人發現 他之後趁沒有人經過 馬上抽出一份 邊閱讀邊離開 男子偷攝的過程 遭到報紙檔的閉路電視全程拍下 他未有戴口罩和其他遮蓋 容貌的配色 樣貌被清晰拍下 似乎不知道報紙檔設有防盜鏡頭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話說這個男人應該不知道報紙檔有閉路電視 整個樣子拍下了 說網民罵他幾元報紙都要偷 說未知事件有沒有下文 若然真的有下文的話 這個男子所讀的報紙有機會就有他自己份 說有個男子竟然深夜走來偷報紙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說有個外國人觀戰過後 說觀七人籃球賽過後疑似 人有三急在銅鑼灣站裏隨處便匿說 朋友懶你幫忙看水 報導的內文提到 隨處便匿是人所共知的缺德行為 即使人有三急也不應該就地解決 一年三月的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 在上星期五3月31日開始 球員在草地裏埋身肉搏 觀眾亦在看台上盡情狂歡 不過在第二天的賽事當日 星島日報的記者看到一名外籍籃球迷 離開場地過後公然在港鐵站裏小便 難你逃人目光非常缺德 星島日報正就事件向港鐵查詢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原來這個人剛剛看完七人國際籃球賽 人有三急怎算好 於是在銅鑼灣站一個地方就地小便 不知道這個人是香港外籍居民還是外國人 真的不知道 星島日報的記者目擊證就事件向港鐵查詢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 有關大家公屋食水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公屋食水是否很髒 八田村街坊經見淚水氣 這樣的狀況就顯得崩潰 根據整條淚深變得這麼恐怖 報道的內文提到 說2015年發生的公屋原水風波震驚全港 當局事後致歇並跟門後管 但事隔八年 今天4月2日本港多個地區群組都封傳多張照片 見到深水埗八田村泳田樓有街坊表示 廚房過濾器淚芯只使用了一個半月 已經由白色變成全黑色 說得相當驚人 懷疑水真的好髒 震撼圖片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令人聯想到水質問題 就說非常瘋狂 不累的話是否全部喝到肚子 也有人說我用一年 淚深都不會有那麼黑 也有網民指不止是八田村 很多地方近期都發現是這樣的 不過有網友猜測未必是食水質出事 其他原因可能是喉管、過濾器、濾芯等出問題 又或者大廈未有清洗水缸 HK012事件向防委會查詢 大家看到照片 那支濾芯都非常誇張 右手邊是白色 即是說的是新的 左手邊用了一個半月左右 而且同樣的情況不只是白田村 當中有網友留言說粉嶺都一樣 雙重過濾都是半個月就要換一次濾芯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究竟是否食水的問題 仍然有待觀察和防署怎樣回應 但濾芯用一個半月左右就由白色變成這樣的顏色 若然不濾水的話 網民就擔心是否喝到肚子 加上相似的情況竟然不只是深水埗八田村 還有粉嶺都預見相似的情況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遇見過相似的事情 不妨劉過言一起說說各區的情況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吐露港公路單車徑岸邊經驗浮屍 身份待查 報道的內文提到 吐露港公路單車徑岸邊 在今天4月2日下午3時多 有屠人發現一名長者再浮再尋大驚報警 警方消防等到場過後把他救回案 可惜證實老翁已經不治 屍身更加已發脹 警員用綠色的帳篷覆蓋遺體 長者身份和倒海原因仍然有待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今天吐露港公路 也可以說是人來人往 車來車往的單車徑岸邊 機警的外賣員 見不對勁暴警 和同事禁住老翁 那說整件事的下文如何? 報道的內文提到 話說粉嶺公路在今天下午4月2日上演了一幕好人好事 一名老翁手持一把傘 獨自在粉嶺公路伸手截車 其後更衝出馬路 幸好獲得機警的外賣員發現不對勁暴警 並和同事一起禁住老翁 以免他發生危險 最終成功沉獲老翁的女兒 協助了女兒團聚 二座伯伯的熱心外賣員 在Facebook群組上索人大聯問發貼文 問有沒有人認識這個伯伯 他表示送外賣期間途經粉嶺公路 洗自碧湖花園對開 發現伯伯蹲在碧湖橋下伸手截車 就說他又想衝出去 但他因為趕著送餐就想走 最後直覺告訴我也是不對勁 於是協助伯伯報警 想不到伯伯其後真的衝出馬路 那位熱心外賣員正好遇到另一位同事路過 兩人合力按住伯伯等待警員到場 他拍下伯伯的側面照上載到Facebook 希望幫助伯伯找回家人 外賣員其後更新鐵文表示已經找到伯伯的女兒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感激相關協助這位伯伯的外賣員和各方人士 說這位伯伯有機會疑似有精神病記錄 一度衝出馬路打算截車 但那是公路很危險 結果成功一來按住他 另外上網尋人亦找到他的家屬 另外亦提及這宗意外 根據HK01的報道 大埔雙層九巴疑似衝燈 暗撼新界的士 的士司機受傷宋軟 報道機內文提到 今天4月2日凌晨時分 大埔廣福遠南運路交界發生交通意外 一格九巴雙層巴士和一格新界的士發生碰撞 社交平台Facebook今天就流傳這條車鏡片段 事發凌晨零時幾 一格九巴雙層巴士沿廣福道往九龍方向行駛 同一格的士沿南運路往大埔區方向行駛 當兩車駛至大埔廣福遠南運路交界之時 巴士懷疑收製不及 衝紅燈晚撼的士右邊車身 說九巴車頭和的士右前身的車身損傷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當中有名男子高呼說 我去看看司機有沒有事 直衝過去看看被撞的士的情況 相當有心 其後見到相關的士司機是清醒送王議員 事件仍有待調查當中 看看巴士是否真的有衝紅燈的情況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